如果你爱他,把他送到美国 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把他也送到美国 因为那里是地狱 好多我的粉丝朋友都问我 浩哥,我那个孩子想去留学去 你有什么建议啊 我的建议是就是在中国学完了本科啊 硕士如果想出来的话 那到美国来留学还行啊 因为在人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形成之前把他送到美国来 那基本上就是害了他了 我见过太多的身边的这些朋友 把自己的孩子高中时期 甚至是这个预科时期送来了美国 甚至更早的中学时期 男生倒还好点 因为男的呢 到了美国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找女人方面 会下降无数个阶层 不好找 那是女孩来了美国之后 那可是大受欢迎啊 你在国人眼里边 小鼻子小眼的啊 那个东方女孩 但是到了这些西方的男孩子眼里边 那就是天仙呢 那为什么呢 各位就是中国的女孩子呀 第一啊 细皮嫩肉的啊 这叫呃怎么说呢 啊 而且呢 幽香西人 我说的意思就是体香啊 这个这些 这个这些西人的小伙子 他可真的没见过啊 这么干净啊 这么这个可以说是闻起来像早晨的鲜花一样的这种体香 那为什么 因为白人的女孩子汉线都比较发达啊 你远处看还行 那近处一看浑身都跟那小刷子一样的小金毛啊 一摸上去以后都拉手啊 所以他天天得刮啊 还得天天香水啊 为什么他们这么爱用香水啊 就是不用香水 那个味啊 就跟那个呃 不能说是那个糊臭吧 反正是就是那那也生口棚 那个味你你没别的意思啊 没别的意思啊 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方的女孩子来到了美国啊 那天天那人身边围着一群啊 所以说我看过了太多的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小家碧玉来到美国之后就变成了 呃 极优爱好者 最后呢 各种肤色的男朋友能凑成一个管乐队啊 这是一点都不带夸张呢啊 所以我们感慨一下啊 就说现在美国的大学里边 你别说你一个这个贫民家的孩子即便是你是顶尖富豪企业家的孩子又能如何呢 最近的一条新闻刚刚发出来的咱们的东家油管的CEO去年刚辞的职的那个CEO 他儿子在著名的伯克利大学那可是著名的贵族学校吧 伯克利大学在宿舍里边死了 你说这个事离奇不离奇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篇报道是这么说的19岁的加州大学的一个大义的新生家人正在哀悼他的死亡 因为他被发现在大学的宿舍里边失去了知觉 原因是什么呀 不要过量 那么说的好听点不要过量 说的不好听点吸毒过量 这可是著名的企业家的儿子呀 各位啊 他的祖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 说我孙儿正在读这个大学大一的第二学期 他在周二去世了 主修数学啊 是油管前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的儿子 苏珊是在Google工作了25年 从去年刚开始辞去油管的职务 他的奶奶说 昨天悲剧袭击了我的家人 我心爱的孙子19岁去世了 我的家庭遭受了难以理解的摧残 马克是最善良最有恶心最有爱心最聪明最有趣最美丽的人 祖母告诉美国的报纸说 他的死亡可能是吸毒过量的结果 家人呢正在等待独立学的报告 这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记者呢周五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言人啊 叫珍妮特证实 确实周二下午4点23分左右啊 一起的室友发现了他失去了知觉 试图采取抢救的措施 但是呢没有救过来 没有任何的谋杀的迹象啊 这个原因正在调查中 而且说呢 马克呢是一个出色的学生 他拥有强大的朋友圈 而且呢还是兄弟会的成员啊 这个兄弟会所谓的学生会也非常的不靠谱 经常组织一些什么啊 群僻的party啊 什么毒品party啊 学不出好来啊各位 他的成绩在伯克利的学业一向都是很出色的 可是呢很遗憾啊 他们感到震惊 哎呀说这个而且他这一家子呀 都是美国的精英啊 从他的奶奶开始一直到他的这个妈妈啊 这全都是精英 而且他的阿姨也创建了DNA检测公司啊 而且呢 与Google的联名创始人谢尔盖还结过婚 祖父是著名的斯坦福尔大学物理学家 去年刚去世 你看美国的精英的孩子 很多在学校里边都遇到了这样的惨事啊 就别提来美国的那些平民的中国人了 对吧 好吧 咱们再说 前两天我会大概要说了吗 在加拿大啊 列治文 当地的华人呢 一块去抗议官方要在社区里开设大烟馆啊 有的当地的这些粉丝跟我说浩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去抗议吗 啊 这次为什么这么团结啊 因为如果他们的大烟馆开到他们的社区医院里以后 他们的房子就会急剧的贬值 所以他们才团结起来了 包括香港的一些业主啊 如果大陆的业主 他们才团结起来啊 啊 我也希望不是说为了现实利益 也为了华人的一些政治权益 海外的华人呢也要积极的参与 是吧啊 好吧 当地呢有一个白人妇女啊 对她们大喊滚回香港去 这个事儿 闹大了以后 当地的报纸 因为加拿大跟美国一样 现在都是白左的氛围啊 对这种所谓的种族群体歧视的问题 可以说是基本上零容忍啊 只要是爆出来以后 大家都会口诛笔伐啊 啊 这个白人妇女 那肯定就是歧视了啊 这个一点说的都没有 如果他有工作单位的话啊 如果华人去找他的工作单位去抗议 的话他的工作马上就会丢掉的啊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各位毫无疑问的啊 所以他受不了了啊 受不了了 然后出来道歉了 说我非常抱歉 我当时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啊 我不是出于坏心啊 我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没有任何的歧视啊 但是他没有说 为什么我说你们滚回香港去 这个我上一集给大伙说了 为什么他说滚回香港去 因为香港的好多的这个 所谓的黄狮吧 跑到了加拿大天天在大街上啊 打着个黑旗是什么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啊 是吧 让人家看的 反正是一系列不舒服 所以呢 他就喊啊 尤其是讲粤语的 他也搞不清到底是广东来的 还是香港来的啊 那就喊滚回香港去 道歉了 出来道歉了 对不起啊 没有任何的歧视的意思啊 这个事情 而且他说呢 我是这样的啊 我呢 从小呢 我就染上了毒品啊 但是我30多岁了呢 我现在呢 这个也戒不了啊 戒不了的时候呢 那那那政府提供了 那么一个安全注射的地方呢 我觉得对我啊 是有好处的啊 所以你看毒虫啊 闹了半天 这白女是个毒虫 那这个事情 取得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就是华人的这种抱团的抗议啊 让这个省里边的卫生部门 否决了在列治文啊 建立这种官方大演馆的这种这个提议啊 所以当地的华人由于团结取得了胜利啊 这一点上来讲呢 要恭喜当地的这些华人朋友们啊 取得了两个胜利 大演馆啊 不开了 而且这个白女也出来道歉了 华人就应该团结起来啊 华人呢 也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 祖国越强大 我们在海外腰杆越硬啊 说这个上一次习大的当众削了小土豆的土豆皮 加拿大老是一阵是吧 所以华人就应该团结 大家说是吗 点个订阅啊 咱们下集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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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